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坛思健 在我身边有施永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经理李浩德 上周我曾经担心股市有机会调整 畢竟是颇为刺烈的 但两位都认为既然决定了进攻 就应该继续短期看好 股市碰到3万点 浩德可否跟观众讲一讲 C基金最新的部署及近期表现会否跟股市贴近 如果大家留意我们 其实我们仍是倾向进取一些贪心 因为整体的形势都真的利好 所以这星期 就算我们刚刚拍摄 星期五 今天就叫做回回一点 在电源3万点 回回几百点 但也去到29,500 这星期差不多都升到1000点左右 我觉得形势仍然都不错 还有很多人很担心 是否今次很虚 靠一些笔税 我刚才有提过一下 其实今年 韩国、日本、其他亚洲市场 其实表现都是一样这么厉害 今年到现在 升了8-9% 基本上是跑型港股 所以你看到整个大环境 对于资产是利好 尤其是对于现在 大家觉得 经济的乐观 对前景的乐观程度比较高 我想市场信心是真的好 所以 趋势是整体向上 今天突然升得太急 回回少许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意料之中 但我觉得整体都是大涨小回的格局 C基金、C基金 当然 部署配合形势 暂时也不太差 最新应该是昨天 昨天C基金年初到现在的表现 大约12-13%左右 不够一个月 12-13%左右 到这一刻就升了 你真是比我想像中好 因为市好 水涨船高 股票的比例是否持有全仓 如果C基金的比例 可能已经超过全仓 因为C基金的产品本身有一定的灵活性 当然我们不会借孖展 过分杠杠去炒股票 但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例如期货、期权 有些间接杠杠效应 所以整体的仓位 其实现在都比较进取一些 如果计算的话 我身边有些朋友 都跟我说 施生 你不应该看得这么好 你有没有看现实环境 香港失业率又上升很多行业 都是施货之力 你怎可能在这个时候 会升那么多 是不是虚的 我自己看 因为我们的基金叫C基金 其中C是代表China 不是只说买香港股票 现在表现得好 我相信 相当一大部分 是与中国有关的股票 如果纯粹是香港 本地业务的股票 其实真的做得一样 我做地产 我也有留意 香港的地产股 真的是一样 领展应该比较弱 未正数 但地产发展商 之前我提及过新鸿基 都涨的 但 可能一些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的敏感度 比较相关的企业 香港企业这段时间的走势 都叫做鞋车鞭上 不过又没有那么灵利 我记得我们的基金成立的时候 都说 人们说 这个时候还说中国概念 实际上 密极必反 这个时候 中国概念 反而 都开始 外国都开始重视 就是 好像我见报纸灯 或者是 挪威的 主权基金 主权基金 都说 想密释一些人 专 做中国概念 投资 所以 世界的形势 我相信都可能 变成 就不是 纯粹是 靠北水 虽然不是纯粹靠北水 但是 北水的量 真的很夸张 因为最新 日军成家的港股 都差不多到三成 符合我们之前说的 排红概念 你可否认为 排红 会不会近来 舌头舌得太厉害呢? 开始会稍稍慢 港股 但是 中国的外汇盈余 一直在增加 好像 去年应该创新高 变成 你这么多钱出来 如果 不想办法 留一些 出去 这样 会谷高人民币的汇价 亦可能 造成内部的经济过穴 所以我相信 它是有需要 出去买些东西的 现在 在美国的制裁下 本来 这些洩洪洩出去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买 这里又说要打击它 限制它 便被拘捕来香港 所以 先生都认为 排红应该会继续 西方的经济不是一旦有疫苗 立即好 疫苗由开始打 到 产生群体免疫 恢复经济 需要时间 所以我估计 上半年 中国的出口 都仍然会很强劲 浩德在市场发觉 近来资金北水 是否真的影响港股定价权 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看港股 最新的成交 已经破纪录 过去这个星期 有几天都超过3000亿 如果大家记得去年 跟你说过1000亿 已经好像很厉害 近期是2、3000亿 几倍 原本几百亿 现在就3000亿 但其实都是小无见大无 你看看A股 每天都是过万亿成交 所以国内的资金 跟鸿顶八地 港股可以移动 也流了很多 当然 我觉得有些人 担心 会不会像之前 这些群城汇洋得太厉害 例如说 阿爷会出声 不让那么多资金流下来 我自己觉得 风险不算太高 因为 如果大家真的明白 北水离香港 其实那些资金 没有真正逃离国外 因为我们在 中央 湖港通 这些资金要去制止 因为这些资金都是它控制范围 如果你说 透过 六银链卡 来买 它 买了之后 失控 它就会制止 而且这段时间 不随来香港 当然 之前制裁下 其实有少少 替代了外资 尤其是美资 市场的定价权 华语权 但本身 国内的 投资气氛 都是高的 所以 又不单单 好像 一些国家队走来支撑香港 你看 国内A股 这段时间 其实本身 都开始旺 甚至可以问 施先生 国内的楼 楼价都不太差 所以你看到 整体国内的投资 资金 似乎 起动得比较好 楼市恢复得很快 但最近 政府也有些 压制措施 尤其是对二手市场 交投 政府也开始出手限制 内地情况似乎不错 但我知道 确诊数字 差不多200左右 会否 有影响对内地的情况 经济或主持 荷德有没有担心 我自己 天天都看着 因为 始终 去年下半年 尤其是国内 中数有段时间 比较低 或是试过零 在今年 新历新年之后 就开始 慢慢爬升 我看到有几天 停了在百多钟 我心里又定了 最近 又回到200多钟 当然 以国内地大蜜薄计 200多钟 不算很多 不过 大家都会担心 这个趋势上高 如果再进一步恶化 大家始终对前景的 判断 可能会 审慎了一点 因为 现在很多 整个市场 都有 建基于一个想法 就是 疫情开始受控 可能疫苗出了来 如果 出了来 现在有任何变卦 市场通常都比较敏感 但现在 似乎 我观察到 国内投资者会比较担忧 因为始终 他们身处在国内 由零开始 香港的朋友 持续在第四波 都集以为常 所以大家的看法有少少不同 我自己觉得 当世界 疫情未近 的情况下 总有 外来受感染的人 除非跟世界完全隔着 但你刚才说 中国还有很多出口 物流人员 有些货物来往 都会 有人受感染 所以 偶然有些人受感染 初初没有发现 有出现某些地方的社区爆发 我认为是正常的事 未来 都会不时出现 问题 中国之前已经 展现出 它是有能力 将一旦出现 将它围住 不要让它 扩散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 将它清零 以前 我记得北京峰台 也有试过 当然 天津 黑龙江 那边 有时 都好像 未停 但起码 是控制得住 只要它证明控制得到 只是局部受影响 不会说 好像有些国家 全国受感染的人数 比率很高 以中国的情况 其实是很轻 两个都提到疫情 略略受控 但似乎 自12月开始疫苗出现 接种 到现在为止 一个多月 新增的确诊 又不是大幅回落了很多 会否市场是过分解读 或过分乐观 究竟疫情的发展 与预期 在当前疫苗的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其实 现在我 担心是有过度乐观的 因为 这些疫苗 中了之后 有了一定的抗体 疫苗有效时间有多久 其实未试过新的 如果是半年 又会有的 一年之后 又可能出现 你可能 未清又来过 你 清不了 变成了拖累你 现在 种疫苗 世界上 早前未有新冠病毒之前 有一股 意识就是 种疫苗是危险的 叫人不要种的 那 究竟 去接种的人 能不能够达到 可以产生群体免疫 的效果呢 你要 七成人 种了才可以有群体免疫的效果 如果有一部分人 整天抗拒种 你便 经常都达不到 效果 变成了 疫情 没有那么高 的传播率 但一直都在传播 你那个政策 究竟是 放得 放不放得 松晒呢 所以 我自己 认为 今年的市场 仍会受疫情的反复 而会有所波动 市场 我都不预期 一直直线上升 疫苗对市场 影响 亦会影响市场情绪 亦会影响 价格波动 我们大陆的情况 相对乐观 所以我认为 这些波动 不会扭转的市场 总趋势 浩德怎样看 会否 都认同思三 说 其实可能 过分乐观 要小心一点 对于疫苗的影响力 我觉得 看回不同的地区 例如在国内 因为之前大家的期望 已经战胜疫苗 近乎是这样的状态 即是没有疫苗 他都搞定 所以再有疫苗 可能对市场 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可能在美国 即使拜登上场 也不可以强制 戴口罩 最多是 叫人到联邦的地方 才可以戴口罩 应该都可以 他未立法通过 我听说 应该会受到很多 法律挑战 所以他不敢 有胆化 尤其是新症的时间 不就搞得太复杂 反映到 那边戴口罩 也不容易 你还不说 叫人 打疫苗 所以 那边的变化 市场主流的 感觉 都认为 2021年 即今年 年中 能够有 比较清脆的了断 对于疫情 例如美国有些消息传出来 实际上在仓库的存仓 是不够的 即是 打了第一轮之后 要打第二轮才发现不够 第一轮打了 就变成 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作用 现在大规模接种 如果大家留意 相关的消息 有些情况 可能有些大规模的 过敏情况 当然不是说 很危险 但 之前可能在实验室 紧急审批疫苗的时间 当然 可能你的 sample 未必多 但如果 现在是大量接种的时间 都会有些 实际 疫苗打的情况 会否 比大家之前想象中 会有不同 以色列 有些数字 好像打了几百万之后 也有几万人 都紧現 打完都紧現 当然他可能打了第一针 未打第二针 即是说 疫苗是否能完全阻止传播 很多地方都要试过 其实一定不是百分之一百 如果大家记得 关于疫苗 大家之前 都变身做了一个疫苗专家研究 就是那些 控制群和那些 没有控制的 所谓的有效率 那些九成多 其实 第一不是百分之一百 也不是所有疫苗 都去到这么高 甚至乎我们之前 如果看 拜登打的 Pfizer的疫苗 其实实际上 在sample size 大家也不要当疫苗 是万能的 只可能有效地降低 整体群体内的感染率 假设你不是清晰 其实都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够 刚才阿施先生说的 直集体免疫 那个critical moment 出现了 才能够 大家可以脱出口罩 虽然疫苗 现世 大家也要谈慎 刚才提到拜登 拜登正式成为了美国总统 之前很多人会担心 他的政策会否对股市不利 但暂时似乎 他上场之后 有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待观众问 浩德 究竟美股是否已经有危险 或是新的刺激政策下 有机会再进一步创历史新高 最新的拜登 你见他 早上宣誓 下午出了很多行政命令 但这次行政命令 不是用来制裁中国 他一开始做头几件事 都是 应对疫情 应对着刺激方案 19,000亿的刺激方案 我相信 始终他新冠上任 一定要开个好处 继续刺激这件事 我觉得 不会太大变化 所以 必定是 实际经济会继续派钱 也要引人资 所以 对整个金融市场来说 应该是好一点的 之前有些人担心 怕拜登上场 民主党就会加税 会开一些企业 但事实上 大家看回 由11月 他选完之后 都现在 这两个几月 美股 或者科技股 反而是挺强势的 我觉得 这件事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因为主族 他其实都没办法扭转 印银市的大趋势 另外 他要恢复 巴黎气候协议 这件事都要做多些环保方面的事情 对于 洁净的能源 对于 新能源各方面 他都要作新的投资 之前 中国 有关方面的股票 都涨了不少 今天都涨了 例如新能源车 光伏 风电 大部分 因为这是世界的大潮流 太少有地 习主席和拜登 都看得非常好 怎样可以帮地球健康一些 不要再污染 衍生的很多产业 近期的投资市场 都比较重视 说起拜登上场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他上场后对中国的政策 有什么特别 刚才很多提到 暂时没有什么新的制裁 施生你认为 拜登和中国政府 会有什么蜜月期 起码在今年 都可以和諧相处 不会有蜜月期 拜登自己 他下面一些 例如国务卿 或者国家安全顾问 很多方面的人 表示的态度 都是 认同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 他认为 打压中国 不要让中国 轻易崛起 是美国的既定政策 不可以移动 我自己接触到 美国的人 这一刻 反华的 情绪是高涨的 是很普遍的 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 中国的崛起 的确是 威胁 美国的老大地位 而美国人做老大 发觉自己的地位受威胁 是不喜欢的 这是最大的一股力量 就是你来威胁我 第二个就是 美国的经济利益 很多普通美国人 他真的信特朗普 说 你的工作是被大陆抢走的 大陆的科技 就是偷我们美国的 他实际的 例如他的经济生活 不好 美国现在 有一大部分基层 其实 生活是相当之 你不能说完全差 但他 很多年没有进步 有一些甚至中产都下滑 有一些 要露宿街头 你只是看 拜登做什么 拜登是扮作 去包 食物银行派 那些食物 总统就任 去做什么呢 就是 我都会帮忙 把食物银行派给你吃 我亲自下场 所以 很多人要依赖食物 要依赖政府派的食物 他去取食物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当 就是中国类企 实际经济受到影响 令到美国人 都不喜欢中国 第三类 美国人的确是 有一批是白人至上 对外族 採取 排斥态度的人 所以这三种情绪 令到美国 总统 政府 要上场 要维持他们 受拥护的程度 不可能 对中国有所 态度上的转变 但是 特朗普 就是 为了 表现自己 会行一些 相对激 而不顾后果的行为 我相信 拜登会看定 来做 所以 他态度不变 手法 就会有变 当 过了大家 注意力不太重 看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 他会将 以前特朗普 做下的事情 是会修订的 他现在说到 暂时不会修订的 实际上告诉你 过些 时间之后 他就会修正特朗普 对中国的政策 所以短期就不会 出现大幅的修正 適当时 逐步修正 所以短期而言 也不要对 中美关系 变好 就太过乐观了 我们今集的时间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C基金有兴趣 不妨打电话 或者去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YouTube 看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集再见